如果英国退欧的支持者们 赢得了这个月的全民公投 前苏维埃国家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和立陶宛 将完全有理由质疑欧盟的凝聚力 我认为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来说 如此坚定的反对 以任何形式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 将使他们很难继续向前推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在一些波罗的海国家激起恐慌 害怕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尽管他们是美国领导的北约的成员 分析人士彼得·克雷库通过skype表示 北约会加强军事力量 各国也会增加军事开支 我认为即使是北约的合作 都会因为英国退欧 及其负面的政治经济后果 而深受影响 所以我确实认为 很多国家会开始在军事 和国防方面增加开支 尽管其他分析人士称 北约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和欧盟对重新崛起的 俄罗斯的联合对抗 依然可能衰减 英国一直被视作欧盟内 最力挺美国的一方 而且波罗的海 诸国 波兰 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 有兴趣在欧洲政治中 看到更多的美国影响 而不是更少 然而爱沙尼亚的领导人们 对美国之音俄语组 表达了他们对北约同盟的信心 称俄罗斯方面 如果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都将是愚蠢之举 他们也相信欧盟能够克服挑战 包括可能发生的英国退欧 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时